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2021年的预言 其实真正的预言就两个 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他说的大海啸 他把海啸对比成2004年当时南亚的大海啸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具体的 另外一个就比较超然的 他说我们人类 他讲我们人类正在经历的 不曾经历过的灾难 就是他那个词用的呢 不是一个灾难 就是众多的巨大的事件 而这样的事件的本身会引导着改变着我们人类的未来 他用的是未来 命运和前途 改变命运跟前途这个说法其实是相当重的 命运的本身是被确定的 是被控制的 是被人们所以为的 在中国社会当中已经没有宗教信仰概念 就是他真正原始的宗教信仰概念 已经完全缺失了 反而命运最纯净的却在民间 在民间的这种没有利益冲突的 却关系到每一个个体人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的环境的这种更替 更改 人们更相信命运的本身 马云就是命运 马云真的是命运 所以他展现出来的故事 也昨天露脸了嘛 所以他展现出来的故事 就是一个很显然很显然的 一个奋斗的 一个奋斗的前途 一个成功 在中国 在今天的环境中绝对成功的人 那又有着探讨自己的 探讨生命的一份内心的主动 而现实的环境呢 却把他咔嚓 应该讲马云很惨 我以为马云是很惨的 习近平在处理相应的事情当中 他很少去杀人 他活折磨死你 让你死 你自己死了 你自己死 为什么死 忧郁症 他给你 给每一个当官的都折磨成忧郁症 人词做得很对的 那能不忧郁吗 对不对 坐着活人间 坐着活人间的意思 我没判你进监狱啊 我没判你啊 对吧 我只是让你跟大众一样 要热爱我们的党国 热爱我们的祖国 要热爱我们中华民族 那没错啊 满大街上 你看那个 甭管是抢劫的 强奸的 甭管是干嘛的 当官的 靠 干860行 行行行都得爱国 包括被关在监狱里 包括这个 包括我们看到吃喝嫖妩抽 坑蒙拐片拿 在中南海的 在中央电视台的 对吧 在这个街头巷围去讨生活的 还有剪破烂的都在爱国 那是360行 行行出状元 对吧 你马云也是状元 所以这是命运 那说为什么 那没有共产党 没有马云 这话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没有共产党 也没有马云的今天 所以人共产党整死他 共产党没整死他 共产党让他自己死了 这个 这是今天他的手法 毛泽东杀过谁啊 毛泽东没杀过谁 他没亲手杀过任何人 但他杀了所有中国人 习近平用的手法差不多 跟大家分享马云的新照 马云就出了这么两张照片 出了这么两张照片 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 拍照的人 就是拍照的人把照片拿出来的人 是习近平的人 啊 拍照的人把照片拿出来的人是习近平的人 文章是说马云头发白发很多 看起来神色呢 比较那个 这是故意害他 啊 害他 其实也不是故意害他 他表明今天的马云没有任何自由 没有任何自由 这个场合是阿里巴巴的一个年庆 就是他成立的纪念日吧 那作为创办者 他露面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露面很正常本身 当然也可以不让他露面 而露面的本身带有了政治任务 而这份政治任务被那些被习近平的人 或者说反正就整他的人 以这样的方式披露出来 给所有其他人看 整王岐山 让官场看 整马云 让今天的生意场看 有一个算一个 除非你今天跑了 我们没听见任何一个有钱的 像马云这样的大佬 今天说出现在伦敦 明天出现在纽约 没有 对不对 你别说大疫情 人家是特殊人才 人家是特殊的肉 人家自己有飞机 他只要那个疫情阻挡不了人家有钱人 但是疫情阻挡了所有中国大陆的有钱人 你说啥意思 你问他有护照吗 你问他出得了劲吗 十有八九出不了 马云的这张照片 不是给马云看 是故意边上监督他的人 看着他的人 拍这样的照片 然后从网上出起 这是政治任务 整死马云后面的三千有钱人 说你排是对的 对吧 福布斯往后排吧 排到第三千个 有个也有上亿资产 没准 那个 福布斯在两个星期之前 公布一个消息 今天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 按美元计算 最多的城市 是北京 第二个才是纽约 第三个是上海 大概第五个 大概第五个是深圳 还是杭州 在亿万富翁排行的前十名里面 中国的城市占了四个 大概 四个是三个 马云的身后在北京 他在杭州 在北京有一百个 你问问 这一百个有多少人在国外 有多少人在北京 实际是 罪翁之意不在酒 他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马云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你看他 他已经没有自由了 他蹲着一个活间 就这个人呢 还在这 对吧 但是跟监狱呢 是一样 为什么 他思想活跃啊 他有要求啊 他有想法啊 那思想活跃的人 今天当今的精英 都会很崇拜自己 他们很崇拜自己 很相信自己 崇拜自己 相信自己 他一定需要自由的时空 那当他一个活的人 没给你蹲在监狱里 但是你自己知道 你不敢说 不敢动 你要被指挥着 这是敦活间 那敦活间会不会忧郁啊 所以有一天他忧郁跳楼了 他忧郁了 习近平 让所有的人忧郁 让你们自己 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都忧郁 就行了 跳楼一个马云 忧郁一个马云 那有一百五十个 就把钱都主动交给党中央了 他还不想忧郁啊 今天共产党操守的做法 就是这个 相当邪恶的 分书坑主 香港图书馆 九本书下架 原因是反港区国安法 那肯定就下架了 我相信 他香港图书馆呢 不仅下架这些书了 香港图书馆 一定是在中共国安委员会 在香港的国安委员会 一定派人 常住 就是在一定时间内 住在这个 香港图书馆 他会查 查他的书目单 要按照中宣部的概念 把他书目单里的书 重新走一遍 这样的下架 很可能是因为 在这样的查证当中被查出来 那一个图书馆 他的责任就是把人间所有的书都尽可能的收藏 那叫图书馆 对不对 他没有党派 没有观点 他的中心就是把书存下来 所有是文字上东西和电子上东西都可能存下来 那到了中共控制的时候概念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把 也就这么讲了 在北京图书馆不能有的书 这话不对 在北京图书馆不能拿出来的书 在香港都应该被下架 那代表今天习近平权力能够触及到的地方 是摧毁掉所有正常人的 他摧毁到正常人的东西 是表现他的权力 他很单纯 到你开玩笑 他很单纯 他在他权力可以触及的一个小直接尖的地方 要表现出他的权力 而不是其他 所以你说他多懂 不是 他只要他的权力 这是 我以为这是关键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